好同样热闹的还有呢 每一年到了12月都会充满人潮的新北耶旦城 在昨天的晚间是正式点灯了 今年呢也有很多的这个亮点 带着大家一块来看到 包含像是呢这一次会有这个乐高的雷射光雕头影秀 会在每天晚上的5点半呢 一路到这一个晚上的10点半 每一个整点呢都会有一次的迎灯 而另外呢今年啊也有这个机械的耶旦老人 跟七大的绝美光郎 而今天呢迎来的第一个周末假期啊 很多大朋友小朋友都很喜欢这个旋转木毛 因此呢挤满了很多的人潮 而且呢这一次呢还有一个打卡亮点 就是乐高主题屋同样呢是排满了人 好虽然说呢国内的疫情呢 现在看起来的确是有稍微趋缓了 不过呢防疫当然还是不能马虎 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 如果要来到这里的话呢 要记得把口罩戴好 不管是旋转木马或者是乐高 主题屋统统排满长长人龙 一年一度的新北夜登城 迎来首个周末假日 人潮最相当有远 我每年都会来比较特别感觉 感觉这是有比较 比较多主题有小朋友感觉的 因为像蜘蛛人有的没的 看小朋友排得很疯狂 我们无感啊对啊 首次与乐高合作除了有快产店之外 还有巨大的乐高耶诞老人 成为今年耶诞城最大亮点 果然超吸引小朋友目光 你是不是最喜欢玩乐高了 对啊我最喜欢玩我家里的寂寞 每天傍晚登场的耶诞光雕秀 同样呼应乐高主题 通过雷射灯光制造绚烂效果 加上经典的七大耶诞绝美光粮 更是必访景点 不过到了现场光耶诞城 别忘了口罩要戴好 虽然国内疫情趋缓 但变种病毒胡适单单 今年也特别出动工作人员举牌 提醒民众不要边走边吃 做好自身防疫免的疫情 趁虚而入 欢迎收看订阅大伟 新北市报道